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杰安 马上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邮通通让企业获利归零 工商早餐会提出17项提案 立法院三读通过生计新药产业发展条例修正案 郭董优明年缺电刘德英表示 政府应超前部署 全家与全联电支宣布才通入共享策略 来关心台股 台股今天在金融及光学股大力光领均下 加上当冲降税确定在延长三年 盘中加全股价指数大涨超过百点 指数最高达17775.92点 占上所有均线 市场专家指出台股近期大型全职股 如台积电股价不动深色 短期指数难突破18,034高点 大盘将维持类股轮动 切记低买高买不追高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金源调长半导体供应链今年大转 ICinsight资料显示 今年全球将有17家营收规模 破100亿美元的半导体公司 以营收排名来看 三星位置第一 英特尔第二 台厂台积电 联发科分别打入第三和第九名 而昌维安智普和雅德诺 今年也加入巨型供应链之列 丰田汽车公司周一表示 由于供应链的问题 晶片短缺和COVID-19大流行 将在明年1月 暂停5座汽车组装厂的 7条生产线 德国商报报导 德国经济部已经选定了 32项为电子相关产业的 投资计划 从材料、晶片设计、晶圆生产 到系统整合 准备由政府出资补助 纳入欧盟的欧洲共同利益 重要计划框架 总投资金额超过了100亿欧元 约合新台币3150亿元 世界经济论坛 原定明年1月在瑞士山区 度假圣地达沃斯举行 但因为疫情扩大 年度会议将延后到 2022年的夏天举办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工商企业界二十一号召开早餐会 尤其四大公投案结果出炉 产业界关心用电需求高涨 台湾是否可能会缺电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会后 也发表看法 认为缺电的问题 政府要超前部署 经济部长王敏花 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 出席工商协进会早餐会 台湾四大公投结果底定 企业界焦点转向能源问题 天然气在全世界还是碳排放 的路径图是不合COP26的规范 同时我们天然气的接收 不只是三界的问题 我们船的问题 码头的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 明年郭总讲的缺电的问题 能源政策必须要重新来检讨 林伯峰复刻郭台铭说法 认为台湾不应该过度仰赖天然气 官员强调已经有所配套 稳定供电是最大公约数 国际诉求减碳趋势下ICT产业 更是绿电需求急切 2020年台湾再生能源发电 占比百分之五点四 距离政府定下 2025年再生能源百分之二十的目标 显然还有很大差距 台铁店董事长刘德英喊话 政府要超前部署 零碳排是整个世界的趋势 台湾必须要赶快赶上 短期的事情我们并没有讨论太多 我想这个需要这个政府和明天一起合作 要一些超前部署 主要是在绿能起来以前 刘德英说能源问题大家一起努力 日本设厂情况 简短回应一切顺利 工商协计会历史长林伯峰 背后记者会上言表示核四公投 与用不用核能是两回事 海花政府应该考虑将核能作为备用电力 新台地市黄亮节省委同台湾台北报道 带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信息 宏博社欧默狂疫情加剧引发抛售 阿拉比卡咖啡豆期货与卖压跌至四周低点 金融时报欧默狂疫情恐危及复苏 美国股市集优势再度持续下挫 华尔街日报 中国物流平台掌握全球货运大数据 美国政府担忧潜在资安风险 日本产经新闻 日本通过35.9兆日元补证预算 规模史上最大 机器设备手中润滑来带动或转动机构 而油风就是防止润滑即外漏的重要零件 从汽车引擎医疗器材半导体等制造设备 都要用到油风密封件 随着数位时代5G的快速发展 油风的客制化需求攀升 商机跟着看涨 但您看到溢价在台湾经营超过25年的 油风业者钟启荣 向欧美油风产业看齐 从中找到台厂机会 以诚信作为基石开创新局 成为欧美国际指标大厂的合作对象 负责高精密制成的机械手臂 灵活运转 幕后工程 是担任机械关节角色的密封元件 油风 一个一个仿佛有节奏感 掉落下来 这些黑色圆圈就是油风 作用是 把润滑油跟机械元件区隔开来 阻绝润滑油泄漏 也避免灰尘与异物侵入 油风的趋势是 越小跟越大都是属于 非常难制作的一个形式 越小的话 它的尺寸要求更精密 那越大要看你的设备容量 能不能允许 随着数位时代 5G的快速发展 油风客制化需求攀升 那以使用性是1000万次 那现在如果进到未来 5G的世界里面 它可能就必须达到5000万次 那很少单一材料 可以一次就突破这么 突破这么大的一个门槛 数据的累积就非常重要 数据是进攻5G市场的 关键之一 在台湾油风产业 深更超过25年的 台湾业者中启荣说 这些数据 就是他过去累积的保费资料 累积过去的失败 避免将来再一次失败 可是将来新的挑战 你不一定能成功 所以藉由这些失败的基础 这些失败的基础 你可以避免 它的失败的几率 钟启荣淡定述说 失败经验 而这些经验 不仅蜕变成 进军欧美国家的基石 更衍生出 完整的油风溯源管理系统 我想这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如果你要跟世界接轨 这个追溯管理 势必必要能够查得出来 你当初的条件是如何 对客户端而言 才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保障 油风看似简单 背后有着繁杂的制程 必须经过混练机 熟成和预行机成型等工序 以及多项严谨的评管检测 才算合格 还曾经有东西做不出来 实验过数百次 这个倒还不是一天 而是必须要一两个月 都在测试 曾经有这个案例 最后还是突破了 最后还是突破 突破了当下心情 就是想说怎么样 能够再继续优化 一直走在不断自我要求的路上 钟启荣享用诚信的经营模式 将台湾产品 人与世界接轨 经营架构是建立在 诚信基础之上才会完整 看这个东西又很像一个艺术品 就像你在看一颗钻戒一样 你会觉得 其实也不怎么签 可是是越看越漂亮 台湾是有能力做出好的东西 让台湾能够跟 很多世界性的资源 来能够接轨 钟启荣团队 目前已成功开发 许多种类不同的基质材料 搭配运用 能做出具有独特功能性的油风密封线 他也期待台湾的油风产业 在新时代更加耀眼 但您看到明天12月22号星期三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美国公布11月乘务销售 主机总处发布11月失业率 中华民国不动产工会年终记者会 国际食品展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吉安 我们明天再见 提供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